台中市在上個月底是發生兩起槍擊案 所以治安問題也引發了各界關注 結果今天凌晨在清水是出現二十五人 街頭亂鬥 一次是勞資糾紛談判 聚眾鬥毆 結果其中有一名林姓少年被刀卸給刺傷 傷重不治 而另外還有五個人受傷 警方是出動快打部隊 前往現場來壓制 全案依傷害致死 還有聚眾鬥毆罪 依頌法辦 雙方人馬凌晨五點在街頭相約談判 沒想到一言不合開始嗆聲 隨即上演全武行 台中市清水區二號發生一起聚眾鬥毆案 警方表示雙方為勞資糾紛 謝姓雇主與耿姓離職員工分別帶人到現場撞聲勢 各自持有刀卸棍棒 最後形成二十五人大亂鬥 其中一名十八歲成心男子拿出折疊刀 刺死一名十七歲零性少年 另有五人受傷送醫 警方獲報出動快打部隊 全數逮捕帶回警局 附近居民無奈表示當地治安不佳 常有人聚眾鬧事 警方訊後將死者以外的二十四人 依涉嫌傷害致死與聚眾鬥毆罪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不過台中市府才因為近期的兩起槍擊案 宣示要強化治安作為 現在卻又發生鬥毆致死案件 讓不少市民對台中治安仍有存疑 記者 民風鵬安群 台中報導 記者 民風鵬安群 台中